蔡总统今天上午受邀电台转访谈到党内初选 蔡总统再不呼吁团结才有胜选的可能 民调上看起来是有一些落后的现象 但是如果我们合作的话 我看民调就可能有不同的情况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 我们如果能够团结一致对外的话 我们2020这一局还是很有希望 总统本来就是要维持一个社会的平衡 要关照全局 所以他有些时候他真的没有办法去照顾到 有一些民进党感受比较强烈 主张比较强烈的一些人的感受 那也因为这样 如果他们采取的是一种不能够理解 不能够接受的态度 会让总统有一点腹背受敌 可以听到总统表示 过去执政无论是哪个部会 都得他自己一个人承受所有包便 身上固然有伤口 只是要大家团结 这些伤口都会愈合 不过他也同时向声率喊话 蔡总统坦言 因为身为总统必须照顾所有人 无法顾及民党部分立场鲜明的党员 许多人对他的批评 他用腹背受敌来形容 希望大家2020务必凝聚团结的力量 感谢观看